行政官員 行政中立不是我們認為的最高準則嗎 什麼時候幫政策變成他們唯一能夠說的話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真的是亂七八糟 然後嚴重的混淆我們現在的 社會價值觀 我們認為行政官員行政中立才是最重要要去堅持的 而不是去幫政府去捍衛一些 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政策 如果說四大公投案是一個典型的公民政策 一些公共政策 一些公共議題的時候 那麼我們認為政府部門維持行政中立才是最高的準則 所以另外還包含今天這個藻礁方面 我們的小市總統有聲明說 會補得10億人嗎 那這也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你從之前的百億的這個 豬農的基金到現在的10億的保育基金 是不是在買出財政的概念 我覺得從之前萊豬 提供了百億的基金 到現在珍愛藻礁他們要提供一個10億的基金 我們看到了現在的執政者 他的思維就是砸錢就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那事實上對於這兩個議題都是原本之前民進黨 他們曾經堅持過的一個價值 那現在砸這100億砸這10億 我們只是感覺他像在買贖罪券一樣 去對於自己過去的一些價值的一些顛覆跟破壞 進行一個良心上面的一個贖罪 那麼我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並不可取 真正的狀態是怎麼樣的去面對萊豬政策的問題 跟珍愛藻礁政策的問題 而不是撒錢就想要解決所有的事情 因為還有像昨天這個在中二選擇的採訪上面 我們看到同時記者在問一些名稱 例子的時候會提問說你到底選後或其他還在 這些發表例件的問題怎麼看 我在想說現在民進黨大概從上到下 就是完全的傲慢 對於他們不想聽的東西 其實就完全的直接賀赤直接的嚇阻 那麼我們認為這都是在開民主的倒車 如果說一個候選人 對於媒體的提問都可以這麼蠻橫的加以制止的時候 那麼我們也很難期待 如果他真的當上了民意代表 進到立法院來的時候 能夠把民意聽進耳朵裡面 聽進心裡面然後真正去落實 我們看到了就是現在民進黨從上到下 連候選人都如此的傲慢 如此的不尊重民意 不尊重媒體發問的一些權利跟自由 之間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看看我非常有用的 我們在那邊的交給我們